然后的话在本人的面就去做一下这个香肠球的一个造型 那其实和在Mess里面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有一些地方的话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们再次去给它来上三个细分 然后再去选到这个边 按住Ctrl Sift Ctrl Sift Ctrl 然后这样子去做到一个选择 那其实我有想过把这些边给它分割开 那分割开就是那个V 那分割开之后你再去连线的话 有一些地方它这个线比较难连接上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手动去选的话可能会更快一点 当然这里面也可以直接的去跳过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Sift Ctrl Sift Ctrl 那你把它这些线全部选择上 然后选择好这些线之后 我们反选了 然后X删掉这些边和面就留下这个 那我们可以选到所有的这个顶点 去给它加上一点的这个细分 退传 我们Sift 复制一份 然后我们去加一个球形 当然在Splend里面叫做一个咒型 不过它这个并不是 呃 变圆了 变得很圆 变成一个1 然后我们再去拿一个变成一个1.5的 我们去做一个对表 其实这个1.5 更有感觉会更得下你 然后弄完这个之后 点选到它 去物体这里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 这个 曲线 这个也是 把它变成曲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用到这个倒角了 这个是1.0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1.5的这个效果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会更好一点 这个出海的这个效果 然后把这个弄完之后 我们SiftD复制一份 把它转换成这个 网格 网格之后 它其实这是有到这个封口在这里 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用这个 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是说效果 我们变成网格 然后去选到这些边 当然这个可以快速选到这些边界 就用到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快速选到 但是封口啊 就并不能一起去做一个封口 Ctrl加F 这有一个伤害点凶 它会爆错的 或者是你用这个啊 它是能封口 但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网面 就用到这个 那只能自己去手动去选择 这样子去做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快速的一些方法 然后把这些弄完之后 把这些面全部封口之后 可以用到这个选择 也是用到这个面的视角 所以能够快速把这些面都选择上 然后我们去用到一个平滑顶点 就用Ctrl加V 这里会有一个平滑顶点 然后我们就去叠大就可以了 来一个平滑左手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做好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不过它这里还是会有到一定的这个缝障 你用到这个平滑顶点之后 这里就会松弛一点 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缝障 所以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到一个 类似推力的一个东西 好 然后这个就是在Burn里面去做的这个方法 这个香肠就有一个方法 所以和Mass是差不多的 好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就到这里